前一天降雨趋缓不过人有残余的水汽 瑞穗香复原三村建笋农山区建笋才开始冒出 为了行销部落建笋农特产瑞穗香公所13号 也就是这个礼拜六将在花莲市区重庆市场办理想见好市集 而当天也将提供优惠好康 让市区的相亲朋友也能品尝产地新鲜直送的建笋 等等部落农产输过 不论是复原三村还是虎头山 受到前几天的大雨直至今日残余水汽的浇灌 瑞穗香建笋万建七八开始量产 为了行销部落建笋农特产 瑞穗香公所与部落农民13号也就是这个周六 将会在花莲市重庆市场办理想见好市集产销活动 年四月十三到八点到十二点 在花莲市日出大道重庆市场办理想见好市集 这几天不论是香公所还是部落农民 忙着筹备包括建笋山苏等当季食令蔬果 而香公所也前往现场场刊布置 乡长吴万德表示 活动当天也将会推出各式优惠好康 期盼体恤并抚慰 因这一次抢震受灾受怕的乡亲民众 消费 我先代表五百块 一点 几万 五百 我一百块 某菜品的 中品 只和摊桑 我们的优惠去玩每份一百块 共两百份 每天的赠品都不一样 会中打卡 按赞 分享公所的提问 可获得兑换券 每张五十块 共四百张上完围绩 十三号周六上午八点 瑞瑞想见 好市集将在重庆市场开罗 相公所除了是推广瑞瑞在地优质的建损 是令蔬果农产 也期盼借此增加农民实质上的农产经济收益 记得十一一栏 瑞瑞采访报道